二年级数学活动本第123到129页 六,度量横 活动一,认识和写出长度 A,哪个是米,哪个是厘米,写一写 CM是厘米 M是米 B,写出合理的长度单位 CM或M 铁笔是11CM 汽车是5M 桌子是60CM C,写出长度 18厘米等于18CM 96CM等于96厘米 3米等于3M 64M等于64米 活动二,测量长度和距离 A,两一两,写一写 自己的铅笔有多长 17CM 学生桌有多高 75CM 75CM 教室有多长 9M 教室有多宽 9M 窗口离地面多高 85CM B,密封还有多远才飞到花上 测量两点的距离 2点的距离是10CM 1,看图写出毛线的长度 7CM-2CM 答案是5CM 活动三 画直线 A,在以下空白处 分别画一条 3CM和12CM的直线 记得要从0开始哦 B,在下图的直线 标上起点和终点的记号 表示长5CM的直线 记得要从0开始哦 C,画两条直线 分开每个动物 然后测量和标上直线的长度 这个部分需要用自己的尺 来测量自己的直线 大约是16CM和8CM 活动四 估算长度 A,估一估在格子里画钩 板差小于1M 黑板多于1M B,估算测量和做比较 这个部分你们可以自己估算 然后自己用自己的尺去量 牙刷 牙刷 估算的长度是14CM 但实际的长度是15CM 篮球场估算的长度是14M 但实际的长度是15M 第一,估算和测量曲线的长度 我们可以用线来测量曲线 然后再用尺来测量线 估算是6CM 测量是7CM 活动五 认识和写出质量 KG是公斤 G是克 B,写出合理的质量单位 KG或G 榴莲是1KG 山竹110G 苹果160G B,写出质量 5公斤等于5KG 10KG 10KG等于10公斤 650G等于650克 38克等于38G B,田一田 1KG 1KG等于1KG 1KG 1KG 活动6 测量质量 A 写一写 1KG 1KG 4KG 2KG 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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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G 4KG 850G 5KG 5KG 0.5KG 0.5KG 5KG 5KG 7KG 鉛筆盒300G 水平500G 磁点1KG 活动7 估算质量 A 估一估 在格子里画钩 桌子重于1KG 拖鞋重于1G 篮球轻于1KG 干电磁重于1G B 进行估算 测量和比较质量的活动 这个部分需要你们自己用秤来测量哦 乘估算的质量是160G 但实际的质量是150G 凤梨估算的质量是2KG 但实际的质量是3KG 是3KG 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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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G 2KG 2KG